屏東墾丁設頂的中乳石洞最近被人發現了 有居民發現說這中乳石疑似遭人盜采 趕緊通報管理單位 而進一步發現是因為林務局有工程進行 暫時就將早就將這個管制出入的中乳石洞給開放 沒想到遭人趁機破壞 民眾越講越生氣 因為三天前意外發現屏東墾丁設頂中乳石洞內 中乳石疑似被人惡意盜采 有三根它有斷裂的痕跡 那當然有一個是比較平整 看起來就是用鋸鋸的 墾丁附近山區不少稀有中乳石洞穴 早年切到嚴重大多數已經封閉 但因為近期林務局進行工程 沒有管制出入 沒想到竟然遭人闖入破壞 我們同仁還有會同警察 臨時所的人也有派人去做一些勘察 是屬於小禁 所以它這個進出的一個人員的掌握 其實是就比較困難 中乳石一年幾乎長不到一公分 竟然就這樣被人懼下 但究竟目的是什麼 極有可能是為了賣錢 給你爸爸顧薄菜的 這個盜採中乳石 那除了違反國家公園法 可以罰三千元之外 形成比較嚴重的破壞 我們也可以移送地檢署來做偵辦 相關單位全力追棄 無論出於什麼原因 甚至破壞珍貴自然資源 這種行為讓人痛批實在太過分 借書室為屏東查報道